就政府幫這些資源給我們的時候 是不是相對上我覺得是有些東西稍微有趣 比如說他每個資源上可能都安排 那我是不是要可以用一些在地的補償 我們最常遇到就是說 他可能在最後 比如說活動上 或者說最後這些資源的安排上 他就把外地的這些蠻南京的人才都拖進來 可是他最後執行完畢的時候 其實人才撤退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執行 對 就變成說人家看他是一個很風光的一個場面 可是我們無法重現這個產業 所以但是不是我們在地人不努力 就是說我們沒有 我們當這個資源卸除之後 我們就沒有夠資源 所以有可能是當初資源來的時候 他的這個所謂的定位太高了 太高大上 因為本身我現在也是台東市的替師傅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也 我們那邊狀況好一點 我們有五個替大師 可是有三個來自於華蓮 兩個是我們台東在地人而已 連台東市其實都只能做到這樣子 所以在南迴有一個替大師 其實是很厲害的事 現在有兩個了 現在有兩個了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表達的是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是政府他在編排安排之類的時候 都可以幫我們在東部地區 或是南迴地他可以多做考量 有一些東西他希望 我們希望保留給在地 然後幫在地做一些比較獨特的安排 譬如說我們同樣的一個標準底下 全台適用 現在變成說我們其實所有的資源都會被閱讀 然後我最近我在SBIR最近這兩年 會發現有公司他不是台東公司 就去台東註冊成為台東公司 然後申請SBIR 然後他就覺得因為我們台東其實要求的技術門檻 我們不會把他限定的那麼高 所以當他申請到我們的資源 他就開始在台東之後 可是他在台東是不落地的 就是他的人沒有在台東生活的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可惜的 對 所以想說如果有機會 就是有一些資源他在編排上的話 可以都幫我們在台東跟南迴地區 可以多一點設想 都保留一些讓我們在地上幫他發揮這樣 聽起來這是兩件事嘛 一個是有點像Train the Trainer 就是說如果有外界來的話 你等於強制他要落地啦 有點像就是歐盟最近在抗議的那個 離岸風級的那個技術 必須交給我們國產廠商 同樣的這個道理 對 那因為其實不然的話 就是他們建設完 他們就去做別的工程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自己製造這些零件 那到最後不管他開銷多貴 還是得同意 對 因為每個地方有他自己的需要嘛 那如果那個地方需要當地的朋友可以自己滿足 那當然就沒有所謂一家沒有Premium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現在是別的地方 那我平常不會處理到這個需求 那每次都要從這個不知道 阿姆斯特蘭還是丹麥看過來 那當然我多知首領先選擇 我也感覺很合理 但是那並不是永續的做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部分完全同意 那第二部分剛剛聽起來是說 我們在地的自己提案是不是 就是說 限制那個提案人的資格是什麼 在這邊住一定程度的人 所以這個我剛剛沒有聽得很清楚 其實他應該說 對 說公司好好設計 他其實應該是 有一些限定就是說 有可能某一些 比如說 當然對特定案子我們不敢講 但是比如說對在地的產業的發展 對 或是在地的文化保存 其實他應該是多一點要求 就是說 我是不是把機會保留給 比如說我們在地業者 其實 我們在部落裡面常常看到就是說 在執行這些案子的時候 他必須要多一點的文化的了解 對 跟這部分的尊重 對 而不是說 他們只是覺得 我從台北來帶資源 撕誰給你們 那種感覺 當然不是 他是來學習的 對對對 你們說 感謝我勒 那種感覺都不是很好 所以說 我覺得 有某一些計畫在設計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們這次T-Lars 有針對 社創的部分 對 那個就比較像我們一件提案 因為社創組織 你要組織幾個 我們並沒有特別管 對 就是只要在地的朋友覺得 這些都是能夠彼此信任的 這就可以了 這跟其他幾組的那個設計不一樣 對 但是我剛聽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是一開始的這個 也要確保說 他提的時候其實是融入當地的社會脈絡 不是說幾家公司約好 全部到台中 台東註冊一個分部 然後就那個形式要件就跨了一段 它裡面可以保留一個 譬如說花東族的類似象徵 它其實是專門為了這一塊 因為我們資源上沒有那麼傳輸 對 當然 對 所以是說保留 就是那我有在地的一些資源 我可以讓在地人去自己決定 你要做很多原住民用這樣子 OK 這個聽起來沒有那麼容易量化 這是蠻直化的一個條件 這個我要想一想 對我來講有些容易量化的 好比像說 排灣族保留名額 對不對 就是說每一個原住民族 連16個嘛 現在 那每一個有一個等於專屬的 由族人可以自己提 必須以族人為主體本位出發 這個反而又很容易 而且16感覺就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從編經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留這部分下去 我了解原民會跟很多其他部會合作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式在編 但是經濟度我才沒有這個習慣 沒有這個習慣 對 但是這個我可以去跟他們講 但是除了族人出發之外 剛剛其他講的 以行政區或者註冊地點 或者在當地住多久 那個很難量化 非常難量化 我們那時候有想 但是不是很確定要怎麼寫 對 我們就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表達就是說 因為別的地方 他去把這個人才歸業出來 其實他需要一段過程 沒有理由你東部不需要 當然啦 所以我們東部其實 我們還是要從基礎人才開始培養 這個地方做 只是說像我們剛才說人才 他其實他要來東部 像我們最近就想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那個人 其實他來第一個 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找到工作 因為資訊連結沒有流通 第一個找不到工作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來了 然後他要怎麼去維生 對啊 然後其實就會變成說 我們其實缺人才 我們沒有辦法從西部直接拉 對 因為他來來在地 他到底怎麼生活下去 是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那個衝浪的那群人沒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在線上做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可能還是得分開看嘛 一個是說 有些人他在哪裡工作都沒差 所以其實是靠當地的自然社會環境 甚至一些文化跟哲學去吸引他 那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說這個工作的性質 他還是需要當面或者是他需要特定的設備 那這種時候就是你剛剛講的這種創造這個地方就很重要 因為沒有這個設備或沒有這樣工作的地方 他或者有但是他不知道 那這樣他就不會來了 所以這兩個可能還是要分開看 對 我們T大使是很希望有前面這樣子的可以當師傅 對 他可以就是一些設計思考 一些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在哪裡都沒有差 所以他可以透過遠距 但是T大使還是會在在地 對 那所以在地還是要先融入當地的那個社會脈絡 但是這兩個我覺得要並重 就是不能說做一遍然後另外一遍不做 就是一遍 對 OK好 我這邊先 我先發言一下我們這邊在地的聚落 十字一看得到的痛點就是 很多在島內我們原住民聚落就是有很多的困境 其中一個就是剛剛前面提到的數位能量的匯放 那我們自己土版部落很明顯就是光纖流量 沒有辦法拉到很片極普遍這樣子 那我們是希望說 既然希望未來原鄉學子 開始從基礎開打好數位能力的話 是不是光纖流中華電線的光纖流量能不能再擴展多一點 那讓我們的像我們協會這邊的方舟教室的課後 我們希望我們的才藝教室 我們六日都還開放我們小朋友們 部落小朋友們在我們的方舟教室學才藝 我們就是希望藉由這個數位能力計畫 然後讓我們的鐵大使跟夜市團隊 這個週六的才藝教室 除了打籃球唱歌搖 可是也可以開始學習數位工學 這是我們希望你跟正美提到的狀況 所以你們在的那個地方 它是目前的頻款是 4G跟光纖都不到10枚嗎 還是怎麼樣 2枚吧 光纖2枚 我們的辦公室的場所只有60枚 我們光是我們協會的辦公室的 共用的那個 20台的電腦 20台的電腦 就60共用 20台共用60枚 對 然後那4G呢 4G 有收訊嗎 還是其實沒有 4G三區會 也是因為三區關係 所以我譬如說在下坡一點的話 那個4G就沒格 我在上坡一點的話就滿格 其實也是因為低情受限 因為如果4G滿格的話 它可以一定程度代替光纖用 對 但是如果只有一格 那當然不可能 所以就希望能夠把電信的光纖用 它能夠再拉 這應該沒有問題 4G是比較簡單的 那光纖它有的時候要看那個時光的空期 但是4G基地台是 因為它只是單裝一個強迫器 對它來講幾乎沒有太大的成本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基地台架到地方 以前是說山區很麻煩之類 但是後來內政部說 黑鷹直升機 他們做訓練的那個趟次 反正它本來是空的 就可以順便載一些基地台的零件 在基地台北來對區 在基地台北來對區 對 對 所以後來因為 那個玉山北風那一架 真的花太久了 因為是人躺上去 對 後來我們在院會看了那個紀錄片 對然後那個 徐坤友部長就說 我明明有直升機 為什麼不用 NCC本來沒有想到可以這樣用 所以現在基地台比以前 稍微容易調度一些 對 所以這部分 如果其實有很具體的 就是說你希望鋪到哪裡 如果有經緯度當然 所以不然地址也可以 的話 那我再去跟那個中華店 跟NCC討論看看 對 因為4G也沒有比較貴 他們現在也四六九吃到飽 所以理論上是比較自由的 好 OK 謝謝 好 那我們有這樣的 infrastructure 這是基礎建設之後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是聯合國永續發展協會的 目標的第九項 對 就是工業化創新 工業化創新 對 所以在這樣子基礎建設上之後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所謂的社會創新的一個基地 在部落裡面 是 那在這個基地裡面 我們開始要討論我們在地部落的社會議題 對 從這個社會議題裡面去找到我們想要創新的點 把這樣子的我們社會科技帶到我們的這個部落裡面去 對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再創新所謂的新的創業創新出來 產業出來 所以我們的slogan是 我們想要讓大家在部落發現科技的樂趣 對 在社會有社會創新的聚落的想像與實踐 在這個我們的計畫的過程當中 對 所以說我們呢 你知道其實台東有很多的一些人的問題 基礎性的問題 只是透過這樣的所謂的數位 那個叫做 數位轉型跟地方青年創生的這樣的機制呢 我們可以佈足我們的 不管是人力上面的穩議題 或者是技術上面的議題 從這一年 兩年 三年 到五年的時間 我們呢 去帶動台東在地的發展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步驟 這個策略的舉動步驟 就是 也就是 第一件 第一步驟叫做 社會創新 就是 由了解在地的團體 提出 我們在地的社會議題 然後經過多方的討論之後 形成議題的共識 而進而 引擬對議題的決決方案 並且盡可能的 模擬與還原實際情境帶入 決決方案的原型 使參與者更深入的了解我們的議題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步驟在地負能 就是共同學習 可能可以解決這個議題的相關技術 並且與我們的夥伴一起分享 第三點 建立新創基地的基礎建設 不見可能的解決方案 至我們相關的場合 進行原型測試 跟持續進行反覆疊代與重構的過程 然後第四呢 就是說數位轉型 適度的帶入數位科技 在關鍵議題當中 處理那個痛點的解決方案之中 然後在第五個步驟 在附落建立社會 社會創新聚落 策略捲動引起 引入適當的資源 然後呢 提供量能 來實現反覆疊代與重構的步驟 也就是前面的這幾個步驟 然後建立有效推動在地學習的 新年據點與新年培立工作站 形成資深前輩代五年青年 代兩年青年 再代實習青年 的地方赴能青年創生 數位轉型 的計劃 所以呢 我們的未來的想像是這樣 就是 結合在地產業領域與在地文化 Local Domain and Culture 建立可以由在地主導的創新技術 與服務研發團隊 透過數據洞察 Data Insight 反覆疊代再重構 建立台東在地自由的雲端服務模組 Software as a Service 然後呢 文創商品與數位通路 向數位共好與地方新年創生的未來邁進 所以 我們呢 第一個提問 就是 我們目前的想法是以政委的時間為主 對我們 但是由於7月8號到7月16號 是部落的收購期 我們還是以配合族人為主 對 對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對 所以 就好像過年一樣 所以所有人都回到部落 對 我們如果在7月13號或7月16號 辦理黑客松的話 可以讓更多伙伴一起參加 我們想要邀請政委 一起參與我們部落的黑客松 其實他只要是以部落為主體 我就支持 那時候我記得 有一次去那個 應該是東辦 新建院東辦 碰到一位那個原名會 三比拉雅的朋友 然後我就說他在那邊的工作 就好像那個 ambassador 好像大使 好像替大使的大使一樣 因為在我的想法裡面 還是First Nation 就是說 本來各有各的 其實像斯卡羅應該是叫王國吧 叫王國應該是沒有錯 對 那就算是我們現在 還沒有完全完成 像部落共華人 等等這些程序 但概念上 我覺得還是要把它當成 類似轉外交關係 這樣子來看 對 那後來當然他很保險 覺得說 就是不會用這個 所謂漢人的這種角度去壓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部落的 就是如果是收貨期一個禮拜 那你們覺得辦在13號好 那我就配合 對 你們如果辦在14號好 那我就把14號的行程排開 14號是最OK的 14號是最OK的 14號 對 因為14號也有那個 因為我14號是有行程 但是我凡是行程 大概都可以換成視訊 對 那只是說我要事先跟 好不想說 日本或當天好像菲律賓的訪客 講說 要買你就來 台東 對 台東找你 對 對 因為對他玩笑沒有差別 還是來台灣 還是來台灣 是來台灣 對 那不然的話就在台北跟我視訊 這樣 對 對 那這個我想 因為我13號的下午3點開始 我就目前沒事 那 但是我當時 上一個是在台中 我在明道 然後在南屯 對 那所以 對我來講 我的選擇就是我13號就回台北 還是我13號就往台中往台東移動 這樣子 那我如果是13號就往台東移動的話 應該5點就到了吧 最多 那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一個晚上加14號一個白天 一個白天 一個白天 謝謝 對 就是比較簡單的 OK 好 到時候再請 鄭偉看你的那個 新陳秘書 提供給我們 對 資訊說怎麼去接駁 鄭偉的 而且剛好那時候這個思卡羅也快要上演了 對 我有答應導演說要讓他宣傳 剛好就在我們那個 跟屏東的那個世界 對 就是我們台灣族啊 對啊 也是台灣族啊 所以我覺得很多 包含那個台灣族的文化嘛 那個導演跟我講了很多說 永續他的意義嘛 就是跟自然共生說什麼 老英是先盤旋讓他的獵物看到他在天上 對 然後才下來 不會趕進殺絕 蜂窩不會整個拿掉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 那時候應該會有一波 會有一個宣傳 所以我覺得這些如果是以部落為主題 把它這樣結合起來 那我等於是去參加一個部落辦的 不是說唐鳳帶著梯大師去部落辦 所以你不要變成那樣子 要變成部落辦的 然後我協助或者是我參加 就我是客人嘛 對 那樣的話我覺得我們這邊比較容易去安排 好 因為我們15號是我們各三家頭目 記得家族記憶的 記住啊 或者是收會節的記憶活動 所以14號是最剛好 OK 15號我也得回來開行政院會 所以不可能一個禮拜都要待在那邊 那你願意留久一點我們更開心啊 那我想我們就先確定說 我13號我先把我3點之後都留下來 然後13號看3點到7點我們怎麼安排 住部落可以嗎 這個就我要跟我的秘書討論一下 對 或許行政院有他希望我住的地方 也未可知 但是看情況 對 但是至少大家可能一起晚上或傍晚 你又安排什麼活動啊 大概不要晚過7點了 如果要住別的地方我就得移動 那這個部分我再請秘書跟你們商量 這樣子 那然後那7月14的那個office hour 就我這邊設創的 我們7月14應該還沒有開嗎 那7月14就拉掉 對 那等於7月14我就整個移到你們那邊去 這樣子 那7月14本來的兩個行程 就看我在那邊視訊 還是真的請他們都來 你都來台東 你都來台東 我不能幫菲利丁人答應 那都在台灣 那都在台灣 對 你真的要講他們也是難倒 對對對 難倒於心 是 謝謝政委 謝謝 謝謝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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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第二個問題 來 沒關係 就是像我們是代表台灣這種開業的一支 那其實我們這個 是一個自罰性的社群 那他也會打法人門檻 因為我們知道要成立一個法人 其實門檻還蠻好 是嗎 如果公司的話不是 一瞬間就 對一瞬間 但是因為 現在有電源公司 就是限時考量面的話 因為抑制這種東西在台灣 是沒有business什麼都存在 就是 它是一個極高壟斷性的 知道 所以他沒辦法維護 就是很輕易的維護一個人的經濟模式 對 所以我現在就想請問政委 就是說 像我們這種不善不孝的狀態 我也不能那麼好 那政委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說 我們能夠取得 之前開業的社群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所有人都湊在一起 成立開放文化基建會 對 那你如果一進去 就發現其實是分成不知道多少社群 從Seacom CostCorp這種大的 到 我就不特別講了 不然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大 但是 反正 就是特別大的社群 跟小社群 共用一個統編嘛 但是裡面還是專款專用 對 然後他們聯合圈母 算是很奇怪 但是實務上就是聯合圈母 那我會覺得 這是還蠻清楚的一個model 那其實我們看各國的open source 大概也都是這樣子做 像Apache Accountation 這個Free Software Conservancy 那這些 其實我們聽這些品牌很大的 裡面就是上百個很小的專案 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對 好 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對 第三個 對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 現在我們 像剛剛討論的 要成立一個 在台東部落 要發起一個 這一個提供 對 要營造在地的一個 的聚落 對 那其實到最後 如果真的成功了 他應該也會成功 對 一定會成功 只是花多久而已 對 那到最後其實 我們這些 像我是 做3D聯合圈 或是機構設計 我們今天Maker要怎麼實質地投入 去幫助這個部落 該如何讓它 敬奮心理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畢竟 像我們這個西部人 對部落 還不是那麼了解 我有一個我的專業 對 有時候我是機構設計 那全貌它是工業設計 那這好像跟部落 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我想說請教一下 向於我們Maker這種 有實際專業能力 該怎麼實質的幫助 不過我會覺得Maker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至少這個詞 當初出現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它是開放式創新嘛 就是說你想出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不一定需要開模 賣到十萬件 對不對 它可以任何人看到 然後稍微改一下你的3D圖檔 然後自己就可以克制化 對 我覺得這個在 特別是在原鄉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原鄉有自己的文化認同 那所以如果它的選擇是 要嘛有外界資源 但是只能用外面做好的東西 或者是我自己做 但是就沒有辦法省那麼多力氣 那很多還是可能會選後面的 這個 對那但是Maker 就等於是把這個夾的兩難解決掉了 就是說你可以一開始用人家做好的 但是你隨時看不順眼 你立刻就可以改 改了之後就變你的 對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在以前的智慧財產權 那個模式是做不到啊 你一改就被告清權嘛 對那但是現在 我們很多Maker界就是 它是甚至特意的去說 你這個品牌像Arduino 它的特色就是 你怎麼改 我就不來告你 所以就變成它的品牌賣點 對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很適合原鄉來使用 因為這樣才能確保說 最後做出來的真的是 它的文化認同 裡面它有一個體系 越做會越加強這個體系 而不是越做越 看起來怎麼都一樣 都很像是麥當勞 我並不是反對麥當勞 我的意思只是說 就是各地都一樣的這個情況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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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最後一個 我這邊這一個建議 就是我剛剛提到 我跟這位報告到說 我們人才比較欠缺的問題 那其實導入人才 對我們來說還是會有一定的難 如果要在地 它可以活下去 所以其實我的建議是說 其實在我們中央部分 它可以參考日本 他們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一個叫地方創生協議隊的一個機構 它這個機制其實就可以 看是不是有辦法 在我們南迴可以先 把這個機制它可以 給時間看看 比如說它能讓人在南迴部分 我們在台東換南迴 如果它可以先住下來 存活一陣子 然後我就可以想 我要如何去貢獻在地 我覺得它還是要先 先解決肚皮的問題 這當然 所以地方創生協議隊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的模式 是不是會提給 就是在這邊可以 這個模式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目的當然有幾個 一個是說 它是希望大的城市的朋友 可以把去地方協力 當作它的一個career 一個很真實的career 那另外一個也是說 因為日本也有同樣的 事實上比我們嚴重 不要說比我們嚴重 比我們早看到 比我們早看到高齡化 或者是人才過度往東京集中 或者是說 近人口減少的這個問題 所以以我的理解 他們的協力隊 現在就有點像 我們發就業金卡一樣 或者是像那個紐西蘭發 另外他們那個impact visa一樣 就是說 不管你是哪一國人 你只要願意來我們當地 幫助我們地方創生 那我就覺得你有貢獻 就是不管是產業 或社會科技的潛力 那我就二話不說先發金卡再說 對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像日本或我們本來其實 外國人他沒有找到這邊的 逃別的話 他沒有辦法來這邊 對就除非他投資一大筆錢 那讓人比較少 對 但是我們去年一年下來 超過兩千個人是完全 他就自己有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來 那他來其實很多講穿的 其實是因為就是他朋友都在這邊避難 但是他來了就發現說 除了避難之外 台灣有很多很棒的自然的美景 很棒的人文 那所以他也開始願意貢獻一些 但是其實他的政治 還是在西谷 或者是在倫敦 或還是在哪裡 他每天就是日夜店到山網工作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其實很多 那國發會金卡的網站也是結合這些朋友 那重新設計嘛 所以他們 現在Core相傳也更多了 那有些甚至他還願意 即使有兵役的負擔 還是願意當台灣人 對 所以他就是申請雙重國籍 我自己都寫了推薦信 之前有一個 Officer來的那個Ben Holnick 現在已經拿到深圳了 所以就是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他就更寬廣 因為不然的話 對我們來講 就是二地居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就是我如果在某個城市已經有這樣子 而且他還沒有變成全遠端工作 一週最多一兩天遠端 那我一週最多也只有兩三天可以來台東 那那個commitment是很有限的 對 那但是如果我是外國人 那我來這邊拿金卡 本來我就是屬於我們剛剛講的第一種 他在哪裡工作都一樣的 對 那他的這個隊友如果要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菲律賓人一樣 你要嘛視訊要嘛來台東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只要平寬的問題解決 對其實我覺得就可以吸引更多人 所以我會建議說這個協力 對如果你們只好要寫地方創生提案 或者地方創生現在全面往那個青年嘛 青年共創那邊轉向了嘛 對 所以清聚點啊 或其他相關的提案 我覺得可以強調這種 去特別招募在哪裡工作都一樣的遠距工作者 然後他Fortime是來體驗這個 這樣我們這邊在講的 不管是部落或者地方的文化主體性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他就是 就是雖然在這邊還是會有一種 但是我的家在另外一個地方 而且我只是來幫你們忙 的這種感覺 那這種感覺 我覺得他會拖長融入的時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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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ndy 這位 結語 結語 是來結語 謝謝我們這位 我已經我們 從台灣最邊緣角落來的人 我們不是野生動物 我們來謝謝給大家我的意見 因為的確在南偉平衡 真的是才能讓他本島 真的是最偏僻的小樓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接觸到這些夜師們 真的是 再來接觸你們 我們當然也希望在地更多的年輕人 或者 坦白講你一大學畢業之後 我在平衡要幹嘛 對啊 我沒有犯事啊 我可能有工廠 也不可能有 除非你考量公務人員 我想問就是之前的那個醫院 就是還有跟那個台東那個 緊急照護的那個結合等等 因為我們在這邊都只看得到 那很抽象的幾行字 所以現在還好嗎 平常還OK 因為其實我們慢慢先把功能 互相區隔 對 我們是做 只要偏向長照跟住院的部分 OK 他們是做緊急業 OK 跟專科等等 我們 因為畢竟這樣 他們是高一支援沒錯 可是對三民來說 他們是外來的醫生 沒錯 我們是要深入我們做再宅醫藥 長期性能 我們走到病人家裡面去 他們在那邊等病人來看診 我們走到病人家裡 對 我們才是他們的醫生 OK 對 因為平衡的民眾 那種醫師很強烈 因為你不是 我們每個三個月去就換不同的醫師 我們每個三個月都要處境適應醫師 那醫病關係的接力很難 對 所以我們做個很努力做功能區域的時候 我相信未來老舟的機會是很高 而且他們能夠編制 他們沒有編制 他們沒有任何的編制 他們是一個建築物 我知道 對 我們是有編制 有復健師 有洗腎護士 反正我們編制都有 是我們 他們是政府的錢 我們是靠無目光 社會部門 對 我們是不靠民眾社會高的護盤 對 OK這樣了解 所以你們在宅的這些 他會刷健保卡嗎 當然 他會嗎 那所以就是你帶著讀卡機 什麼東西去這樣子 OK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九成以上幾乎所有的鑰匙 都有光纖 都已經連得到健保署 這絕對沒有問題 對 文件站也沒有問題 這些都沒有問題 可是這些都是 就像你說的是人來 不是你去 對 那你如果去他那邊的話 那邊到底有沒有寬屏網路 可以讓你刷健保卡 這個就突然成為一個問題 是 因為你今天要去哪裡 可能昨天你也不知道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沒有了 我們就是突發煉乾 跟我們以前 那時候 我們還留在512K的年代的時候 我們先把建築輸入 先遞來的時候 回到有關心 我的地方是在上傳 對 現在食物上是這樣子 邊緣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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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健保卡可以存東西 我們先輸入 先會散傳 我們健保卡先收集 對 是嗎 再回去吧 對 OK 就是跟那個 一開始要去收健保卡 發號碼牌 發口罩 一樣的這個方法 生命會找到出路 對 了解 因為我們今年也在試虛擬健保卡 我們就是透過快意通 看在離線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產生出 可以刷的健保卡 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不需要回去幫它起 你也不需要把它實體健保卡收走 等於是說它秀一個QR-code 有點像高鐵票 它秀一個QR-code 你感應 那感應到就算你刷成功 就算雙方當時沒有網路 對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還在研發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需求 也是因為在展醫療 還有就是因為很多人 它是在 好比像說居家檢疫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不可能健保卡 就要去刷 集中檢疫所也不會有讀卡機 對 但如果它是透過QR-code 透過這個鏡頭 那給對方一刷 也就刷成功了 這樣也就比較方便 那所以 你們現在的這個 就是work around 這個我了解了 那我們再跟健保室的朋友 他們跟要看 看怎麼樣 讓完全離線的情況下 也可以處理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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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照嗎 合照 可以嗎 當然 一定要 不是可以 沒有合照好像沒有來過 是啊 到子儀有 好 好